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IATC策劃魏貧製作的平手演 我是Samuel 陳君子 我是Wiki 魯雲奇 我們今天介紹的節目叫做《失魂》 來自英國的迫虎劇團Jekyll Theatre 這是一個身體體體 意思是通常是形體 一些比較偏向視角 多於有一個文本 按著劇本做的一個節目 然後這個戲 基本上很簡單講一個女人 她找回一個她生活之間 有些東西好像欠了一個靈魂失當的 如何去找回一些回憶 一些片段之間 如何去影響她當下的一個 其實算是簡單結構 簡單的故事 我覺得是她很喜歡那些 我自己就覺得她是一個臨時的演奏 她本身在一個演後談裡 她也說過她們很長時間去 和不同的台燈聲 一些作曲家也好 或是燈光設計 或者她本身的演出中 她需要很多其他 不同的工作者 舞台工作者一起合作 她們都花很長時間去排練 所以整個演出出來,無論是他們的形態,他們的舞蹈,或者整個燈光音響,一些舞台工具的配合都是非常出色的 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故事上是有點單薄的 那我自己呢,其實我覺得他的美學上是按需要出發的,因為一般我只會比較了,可能是以前Philip Getty,天地終結時比較久之前 或者是Compusity的那個演出,他們那個類型我覺得是CED的,想像空間會在那些地方的 而這個戲呢,我覺得他是按一個比較根本的一個故事線出發,然後再打開打開 按需要去出發它的技術上,可能是台燈聲的各樣東西的要求 但是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或者可能本地比較少見到的東西 就是,例如他會用很多聲音,或者是燈光,去介入他本身那個 on going的動作,或者行為那裡 我想這件事是,為何他需要用到這個形式去試的那件事呢 還有我覺得那件有機的節奏是有趣的,這樣 另一樣就是,在演出以外一點點,那這個團其實他本身是 這個演出其實是他們第四個演出,那他現在只有五個演出 但是他比較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的網站裡面其實可以看回他頭三個演出 那另外就是,他也是一個比較新的團,雖然是十年,但是同時他會用很多不同的社交媒體 那甚至乎剛才在演後討論的他們也有看到,其實他們本身做這個tour之前呢 那個景呢,突然之間燒了,那然後呢,他們很快就在Kickstarter那裡 那裡,就立刻去籌錢去重新起那個景,然後就來到去香港和很多其他不同的地方做tour 那變成大家如果對這個團的演出有興趣,即是就算可能根本是去不到看的 你今次,那都可以上去他的網站那裡看回這個團的演出 那基本上,我看過那個風格都是非常之陰謀相成的 另外,我覺得要說回他那個方法,因為其實這些呢,每次都有一個有趣的方法去做他的 轉…即是叫轉景,某程度上的 他這次就用了一個框框的形式 即是他將他的舞台,這個是鏡框之內,他再做了很多框 然後那樣東西是令到他很flexible地去轉去其他的變化 我覺得有那樣東西在這裡 對,我覺得那樣東西也挺有趣的 但是剛才說的… 對,我想這個也是很難…他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有的 因為其實他剛才說,其實他用了兩年的時間去籌備 然後其實他兩年之後,他做了一個演出 然後他就再…不要那個演出 然後他就剩下一成的材料 那就再去發展他現在這個戲 然後他再繼續在巡演的過程 其實他不斷有作曲和燈光 繼續去…呼應著他們的改變 他們怎樣去編舞,他們怎樣去排那個戲的前後 這樣去再…展輯這件事 令到這件事是一直這樣…有生命這樣進行 那我想那件事是…又是另外一樣 就是本地很難做到的事情這樣… 我想那個…其實他們真的用那個技巧 或是甚至乎那個科技 都不是說去到很複雜的 那我自己會覺得最關鍵 可能真是一個時間上的東西 那還有…大家是不是有這樣的… 就是我想相對來說 如果你去…嘗試去比較本地和這個團的背景 那他們…他們有一些人是沒有到的 就是我想… 今次我們見到人大概一半是沒有到的 另一半是戲劇的 那當然…當中很激烈的 是一個形體劇場的東西 那香港確實是沒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那…但是另一邊相 也是…所謂…剛才所說的 所謂兩年的時間 去…去…去醞釀一件這樣的事 那我看一些YouTube的片 他們亦都有一些事件 是給大家去看 那看完之後 就…再給意見 這樣…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 那我相信他們本身的運作方式 即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很多…網站上的那個開放性 甚至他們一路說的演出 那個…那個… 那個… 他們都嘗試開放的 還有這個… 那個… 那個意念都是嘗試開放的 那我猜這件事 都是值得本地的… 學習的 那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下次再見大家